这只熊壮的美洲豹已经做好了初级的准备 它的目标就是不远处的黑斑铃 借着草丛的掩护 它顺利接近了猎物 美洲豹不再隐藏身形 锁定一只黑斑铃就扑了上去 看来今天可以美美地享受一顿大餐的 美洲豹当然成功了 它捕获了一只小黑斑铃 这只小黑斑铃显然已经被吓傻了 看着眼前的凶兽连逃跑的勇气都没有 只有无赖地等待着被吃掉 只是美洲豹眼神里并没有嗜血的残忍 但试图去亲近小黑斑铃 还想去抚摸它 小黑斑铃以为美洲豹要吃它 吓得赶紧跑 但是如此弱小的它 怎么可能逃得得了美洲豹的魔爪呢 这只美洲豹似乎并没有打算吃掉小黑斑铃 看着小黑斑铃的眼神竟然充满了慈爱 它不断地试图去亲近小黑斑铃 但是小黑斑铃显然无法接受 只要美洲豹动一下 它就吓得瑟瑟发抖 美洲豹自始至终都没有想要伤害小黑斑铃 它只想要一个抱抱 仿佛把小黑斑铃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每当小黑斑铃想要逃跑时 它就会一巴掌摁过去 虽然没有伤害小黑斑铃的意思 但美洲豹的力爪 还是无意中勾破了小黑斑铃腿上的皮 露出了里面鲜红的血肉 看起来都疼啊 其实小黑斑铃的爸爸和妈妈就在不远处 他们看到自己的孩子落到美洲豹的手中 根本就没有勇气过来救它 美洲豹一个眼神就吓得他们不敢靠近 没多久 小黑斑铃的爸爸和妈妈只能绝望地离开了 这只美洲豹一直守护在小黑斑铃的身边 只是在他的爱抚下 小黑斑铃腿上的伤口越来越大 在血腥味的刺激下 美洲豹居然不为所动 丝毫没有吃掉小黑斑铃的打算 可能美洲豹觉得草原上并不安全 想要带小黑斑铃离开 他想像叼亲美洲豹幼崽那样 闲着小黑斑铃的后脚带他离开 但是小黑斑铃却拼命地反抗 似乎在说老大别玩了 咬脖子是会死的 其实美洲豹也怕真的伤害到了小黑斑铃 无赖之下只能另想办法 每当小黑斑铃想要逃走 他就勾住小黑斑铃腿上了伤口 不知道这样很疼吗 终于美洲豹的耐心被耗光了 他直接用蛮力叼起了小黑斑铃 一直把他拖到了树边 原来美洲豹是想把小黑斑铃带到树上 在他看来 树上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只是刚到树边 美洲豹发现小黑斑铃似乎已经不动了 他吓了一跳 连忙将小黑斑铃放开 此时的小黑斑铃已经站不起来了 他根本经受不起美洲豹这样的折腾 美洲豹再次尝试叼起小黑斑铃 想要把他带到树上 原本掩眼一息的小黑斑铃 突然挣脱了美洲豹撒腿就好 这是他最后的希望 只是美洲豹再次冲过去 一巴掌将他摁在了地上 似乎在说 你这孩子也太不愿化了吧 失去耐心的美洲豹 强行叼起小黑斑铃 找了一颗比较粗壮的大树 蹭了一下就上去了 孩子 我们到家了 这下安全了 美洲豹连爱了看着小黑斑铃 再次试图去跟他亲近 小黑斑铃吓得瑟瑟发抖 连番折腾下来 现在他连站着的力气都没有了 终于脚下一个裂剑 直接向树下一头栽下去 美洲豹吓了一跳 还好眼急手快 一伸爪子将小黑斑铃勾住 想把他拉上来 小黑斑铃疼得不断的挣扎 最后还是掉下树来 美洲豹连忙跑下来 只是小黑斑铃已经快不行了 躺在地上不断的急促的喘着气 似乎在说 你到底想哪样 要吃就快点吃吧 别玩了 美洲豹可管不了那么多 搜的一下 再次把小黑斑铃拖到了树上 小黑斑铃终于认命了 任凭自己就这么挂在树上 他最后会迎来怎样的命运呢 我是结尾 每期都会为你带来一些有趣的动物 想要了解哪种动物 请在评论区留言 最后别忘了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见